但你看G7拍的這張照片 真的說明了這氛圍多麼的巧妙 是否各懷鬼胎呢 來 法國馬克宏笑得開心 他把伊朗的外長找來了 純心要給川普難堪嗎 看起來川普的臉果然是臭臭的 來 德國總理梅克爾 其實德國這段時間 他的經濟陷入一個大衰退 他心裡面很多担忧的事情 那再來看 當然不要講了 英國現在脫歐還正在麻煩上面 意大利呢在想說 跟你們G7開會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陸方面 一帶一路要合作 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他是多麼希望這個時間 能夠把川普拉在一塊兒 好一起對抗南韓 所以各自每個領袖 除了加拿大總理 常很帥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之外 我們大家都知道 每個領袖都有自己擔憂的事情 所以老師以前G7的功能 在這一次的G7當中 有任何實質的作為嗎 您怎麼觀察這場峰會 我覺得就是說 過去我們知道G7 他至少要對國際社會 做出一些貢獻 對 譬如說對氣候變遷的議題 對這種女性權益 譬如在開發中國家 在中東地區 在非洲不平等 或者對小孩的 或對教育的 那這次都在馬克宏的這個 我們講agenda裡頭 都是有這一些 關心這些 所以我們不要只看這個圖 我們應該還看另外的圖 就是說他們G7還邀了很多的人 包括非洲的一些領導人 中東的都有去參加 就是等於是說 馬克宏過去這個十幾年來 大概G7不只是他們七個人的 七個國家或者八個國家的一個平台 也讓開發中國家來表達 當然還不足夠 所以我們後來才會有其他的大國 弄出一個G20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你是應該有一個領頭羊 制定規則的 可是因為川普不玩國際規則 那所以就變成 譬如說我們講氣候變遷的 美國就不願意跟著他走 那這個就是很麻煩 那過去至少這些國家 在對國際貿易 自由貿易 都有一個規範 那他們設定了一些東西 然後出現了我們講說打嗝好了 或者是說有一些不順暢的時候 他們會提出一些解決的方式 那這個是G7 從過去財長會議到這個高峰會 一直在要解決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去年我們知道 當川普在加拿大 一身體離開的時候 也沒有一個共同聲明了 那這個就變成是 好像川普能夠出席不鬧事 就已經是 就已經是不錯了 那可是這樣子反而是給了 馬克宏更好的 舞台 舞台 為什麼 因為本來過去都有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的意思是 你幕僚全部要作業嘛 那全部要作業 是基本上在這一兩屆是看不到的 對 比較輪於這七國的領袖做一個年度的大拜拜 形勢比較多一點 不過這次呢在會後還是有一個聲明了 他們特別講說要支持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所陳述的香港自治 呼籲要避免暴力 那這個1984年的聯合聲明 大家可以看我們的圖表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那對於這一部分呢 大陸外交部是特別迴嗆 這樣的聲明根本叫做 居心叵測多管協士圖謀不軌 所以顯然看起來 大陸方面一打氣也沒再怕 天都哥你怎麼看 其實從1975年這個G7成立以來 最主要的是以經濟為主 那時候是石油危機 大家怎麼解決這些經濟問題 所以在這一次的裡面看到 我特別看到那個LeMond去批評這個Macon 他有兩點 他做足了面子給川普 希望他不要鬧場 做足了面子給Johnson 英國的首相 希望他不要再出問題 但是呢 他在事前的時候 8月18號 他就把普丁請到了南方 兩個人會面 然後其實這一次 大家都希望俄羅斯能夠回去 但是俄羅斯不會回去 第二個 8月28號的時候 他把伊朗的外長請來 請來的時候也沒給川普他們知道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伊朗的外長跟他們一談完以後 當天直接飛北京呢 去報告所有的事情 所以這裡面 他們就講了 好 那去年的時候發生了 到最後有一個聯合聲明 其實聯合聲明就經濟的議題上是非常多的 結果弄到最後 川普一個不爽 錢都不先 但是Macon這次做了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 這個聲明除了第一件事情談到了這個貿易問題以外 其他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是外交 一件事情是中英 中英的問題我等一下再講 三件事情第一個就是呼籲伊朗不要打仗 第二個烏克蘭的穩定 是希望以諾曼第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裡面特別談到了利比亞問題 其實利比亞問題 當然就是法國配合美國去轟炸的 炸完了以後沒有做後續的處理 而造成所有的難民問題 難民的問題來到了歐洲引起歐洲極右派的這個 今天世界整個的亂象亂在這裡 但是在中英聯合聲明一點裡面 有一件事情是要特別講的 他用法文講就是說 確認1984中英所簽的這個聲明 裡面極其重要性呼籲避免使用暴力 那所以整個看起來 我們觀察到的整個就是說 從川普的單邊主義到現在變成區域 區域政治 地緣政治 冷戰結束 地緣政治又在開始 因為俄羅斯的問題牽涉到蘇聯的出海口 北韓的問題牽涉到海聲威的出海口 地緣政治再度起來的時候 後面的狀況在演變中 所以馬克宏把伊朗的外長請來 在事先沒有告知川普的情況之下 在天頭哥的解讀反而是認為 這是簽一個線讓川普跟伊朗 能夠有勾上線的機會 我們希望這樣子避免到真正打起來 但是伊朗 蘇聯支持他 蘇聯的唯一的出海口在那邊 中國支持他 中國到現在每天多少郵輪過 你美國敢管嗎 你叫他誰去赫姆茲海峽送死啊 英國弄完了以後 他立刻就給你回應了 他一點都不在乎 整個的從冷戰結束地緣政治又再度興起 才是觀察的終結 好 這次G7還有一個話題就是 剛好在南美洲發生的 阿媽中的森林大火 在雨林區的大火呢 G7有做個決議要提供2000萬歐元 台幣大概是7億元 出動消防飛機去幫忙滅火 當然能夠國際上有援助 相信這個受災國家應該是非常樂見的 但是巴西的總統他說 我不要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你們這些先進國家 尤其是像法國 把我們當殖民地一般的來看待 所以我們不要你的金援 怎麼委員會把這個國際金援會扯到 這樣的一個政治上面的話題呢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長期就是 跟歐洲的互動並不是很好啦 這個 然後在這個時候 他突然提出這個議題嘛 那 這讓巴西他也認為 他大概自己可以處理啦 不過這個議題是 後來還是惹出 另外一個議題更大啦 就是美國把他扯到說 這跟中美貿易戰有關嘛 因為巴西出口大豆 暴增嘛 那就有很多再生森林 有人就說是 把再生森林給他砍伐掉 我給大家補充一個畫面看一下 這個圖表讓大家 稍微更加理解 為什麼美國可以做這樣的一個 牽扯 你看 本來大陸進口的7100萬噸的 巴西大豆 這是增加的量 這等於是2014年 從全球進口大豆的總數量 那你把它延伸過來看 我特別要看著這一點 自從 美國那個大豆 大陸方面沒有做採購之後呢 轉而向巴西來購買 那這時間點 這一年多發生什麼事情 巴西的森林大火 我一年增加了84% 我跟巴西買大豆 結果巴西突然發生了這麼多的火災 增加84% 所以讓人家打個問號說 這是不是巴西的政府 想要去把這些原始的羽林區 把它做一個砍伐 做一個生產大豆的用地 所以引發了一個火災 做了一個這樣一個間接的聯想 所以這個空間不一定大 我們補充一下歷史背景 就是那些先進國家 就一直說巴西那個羽林 是地球的廢障 對 所以就希望你能夠限量開發嘛 那巴西 佔那麼大一個面積它都不能動 它怎麼可能接受 它自己也要開發啊 所以這裡面就說 你如果不准我開發 那你多少也要提出另外的計畫 有利於我巴西來發展嘛 可是比如說他剛剛我說 為什麼對季生們他會反彈 因為季生們就始終提不出方案嘛 那補充說你不要開發 你不要開發 你要為全地球著想 對 那事實上 別的國家在耗人 尤其是美國 那比巴西嚴重多啦 你怎麼不去怪它呢 它連那個溫室效應那個 那個氣候條約 它都不願意加入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裡面就牽涉到歷史上